第五集 在庆祝反右倾胜利的同时 所有的中国人的肚子开始品尝饥饿 三年自然灾害来了 老雷转于沟壑 壮者散而知四方者无数 当代社会用萧条恐怖的景象 来显示民以食为天的古训 张罗的聚会 原本出于精神的目的 现在也被物质的欲求所充实 形式上也相应地从清潭变为聚餐 聚餐的建议是罗隆基提议的 无固定日期 实行AA制 基本成员有罗隆基 陈明德 邓继兴 赵君脉 康彤碧母女 父亲 母亲 和我 偶尔有黄绍红周访文 聚餐之前 相互用电话联系 定下人数与时间 至于地点 就看每次是由谁做主了 如果是陈明德 邓继兴夫妇 自然是在四川饭馆 去星桥 厅礼馆等 供应首长的内部餐厅 则由父亲出面 为此 罗隆基半开玩笑地对我说 小鱼啊 你罗伯伯后悔了 我要像你爸爸一样 赶快认罪该有多好 能保留部长级待遇 哎呀 当时不知利何必 现在看出德语诗 你爸爸是肉蛋干部 我是糖豆干部 连星桥的西餐都吃不成了 那年头 除居民定量供应的 粮油 副食 肉类 芝麻酱 肥皂之外 其余的东西 均以高价出售 故有高级点心 高级糖 高级手指 上茅房的名艳流行 下一次馆子 花销不菲 我们的聚餐 常常是半月一次 八人一桌 约费八九十元 我家三人 母亲每次需带四五十元 过一段时间 母亲有些不安了 对父亲说 我们这些右派 常常这样吃饭 会不会让人家有看法呀 怀疑我们 又搞什么活动了 怕什么 吃饭总不犯法吧 经父亲这么一说 母亲心里不嘀咕了 电话一约 这七八个人准时到齐 事情居然有那么凑巧 一次 约定在专门供应手掌的 新桥饭店六层的西餐厅吃饭 进门 见已有一桌人围坐在那里 再走近些 发现这些人的面孔并不陌生 原来是史良 胡玉芝 楚图男 周新明 高天 吴寒 俗话说 不是冤家不惧头 明蒙的左右两派 在这里碰面了 别说是父亲和罗龙基 就是我 也感到十分的不自在 奇怪的是 左派先生 似乎更觉得不自在 刚才还在边说边吃 现在都成哑巴了 吃门头饭 我们选了一个 和他们距离最远的餐桌 父亲挑的座位 是背向他们 罗龙基 偏选个位置 正对着胡玉芝 父亲说 怒生啊 我们两个是明蒙的 你看 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啊 伯军 你不要动 为什么非要我们过去 他们就不能过来 说吧 罗龙基把身子板 挺得直直的 好让瘦小的胡玉芝 能一眼瞧见自己 年过八旬的康同碧 全然不解这种紧张直视 操起一口广东官话 大奖其父南海先生 在伦敦地下餐厅吃龙虾 应付不起钱 而受窘被困的故事 大家特别认真地听 个个都想尽量 在这样的认真中 忘掉那一桌的存在 那一桌很快吃完了 周星明走过来 和我们一一握手 左派撤离 老罗啊 下次明门开会 又有新材料了 父亲虽是笑着说的 但不无担心 你不是说过 吃饭不犯法吗 罗龙基服了服进驾 气呼呼的 脸也是红的 康童毕的女儿 罗一凤小姐 浮在我耳边说 小鱼 你看她这时 像不像一只 厚斗的公鸡 聚餐多了 我就发现 每次饭霸 罗龙基和 罗一凤二人 并排而行 不是快步于前 便是缓行于后 他们用英语交谈 罗龙基说话的语气 柔顺和晚 罗一凤那双深陷的眼睛 亮得发光 我问父亲 他俩怎么了 干嘛老单独在一起啊 鲁生在献殷勤呢 一凤大概在恋爱 傻丫头 已经长这么大了 还不懂人的感情 父亲虽责怪我 却有一种欣慰在里头 一日 罗龙基打来电话 对父亲只说了句 伯军啊 不要出去啊 我要马上过来 电话弄得父母很紧张 不知出了什么事 父亲立即让司机开车去 乃兹府接他 这次谈话 不像在议论时政 罗龙基的声音很小 我怎么听也听不到 事后 我问母亲 母亲告诉我 昨天 是你罗伯伯的生日 上午接到罗一缝的电话 说有礼物送上 下午 从一辆汽车里 端出四大盆花 和一个蛋糕 老罗把蛋糕盒子揭开 呆住了 上面的奶油图案呢 是一只秋比特剑 连着两颗心 心是红色的 另付一封英文信 罗龙基收下礼物啊 怎么也不敢 给罗一份回话 这不 向你爸爸 讨计策来了 我问 爸爸说些什么 嗨 你爸爸怪老罗 不该大献殷勤 动摇了女子的春心 人家出身名门 又至今未婚 他能坦漏心取 已是极果敢 极严肃的举动 如果讲般配的话 罗一份实在是配得过的 只看老罗 又无诚意了 那 罗伯伯又怎么讲呢 老罗说 罗一份是很好的女子 但他们只能是 互称兄妹 而不可结为夫妻 为什么 罗伯伯不是自比卢梭 风流一辈子 到头来 却无女人相守吗 你爸爸一眼看透 说 你是嫌人家老了 也不够漂亮吧 奴生啊 知悟半天 说不出一条理由 我把自己所认识的 罗隆基的女友 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的确 他们个个漂亮 这还不包括 罗隆基的妻子 王又嘉 而王又嘉 被公认是洒脱任性 梅艳如花的一个女人 后来 叶赌仪来家小作 父亲和他谈起此事说 这件事如果成功的话 奴生会幸福的 罗一份的修养且不说 单是那烹调 就让老罗享用不尽 他既能做一首 地道的乐式典信 又能摆出一桌 精美的西式大菜 叶赌仪却说 老罗是无福消瘦 我和罗一份 在燕京大学是同学 他的人品和成绩 都非常优秀 谁都知道老罗英语好 却还赶不上他 父母一直很想从中撮合 可他们二人的关系 再没有像婚姻之徒发展 但仍是往来密切 父亲凯然道 在男人当中啊 恐怕只有奴生 才有这种 欺负女人的魅力 在与罗一份的关系 陷入低谷的时候 罗龙基还真的 闹了一场恋爱 在一个舞会上 他结识了一个 风韵多姿的中年妇女 很快 他俩成了舞伴和牌友 到了周末 便同行同旨 每次约会 一般是罗龙基 给他写张便条 托专人送去 彬彬有礼 措辞千功 处得久了 人也熟了 罗龙基写条字 态度就轻逆随便起来 他们的约会 也不只是跳舞打牌 一次 那位中年妇女 在接读条字的时候 被自己的兄长察觉 一把抓了过来 兄长是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当其发现 条字的落款 竟是罗龙基三个字 顿时勃然大怒 赫令妹妹 不得与大右派往来 他吓坏了 流着眼泪 恳请罗龙基 忘掉自己 这对罗龙基来说 已不是什么约会 跳舞 或写条字的问题 这是侮辱 羞辱 和耻辱 换了别的右派 或许罢首 而他不能 罗龙基特地从正邪叫了车 找到了科学家 郑重相告 今日以前 我与令妹 不过是朋友 此刻 我与她在恋爱 将来 我与她是夫妻 我是右派 我也是公民 无人可以剥夺我的权利 言罢 不等科学家开口 即转身离去 科学家也不甘示弱 却想不出良策对应 他找到了周恩来 请总理出面摆平 罗龙基 何以能平 消息传出 反应不一 父亲说 一个血性男子 当如此 柠檬中央的人说 自己是大右派 还不老实 风流成性啊 罗一凤听说后 从下午便守着我 伤心落泪至黄昏 1962年9月 中共举行八届十中全会 毛泽东做了关于 阶级 形势 矛盾 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 要求对阶级斗争 要年年讲 月月讲 天天讲 并说 中国人当中 有百分之一二三的人 是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父亲把人民日报的社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 读了又读 皱着眉头 对母亲和我说 形势不大妙啊 老毛不知又要搞什么名堂了 一日 统战部叫父亲去一趟 父亲进了小会议室 罗隆基已坐在那里 不一会儿 彭真板着脸来了 对张罗既不握手 也不问候 父亲心想 1956年 他们曾一道出国 访问苏联和东欧 彼此有说有笑 今日见面 如临敌匪 中共让一个主管政法的人 出面谈话 肯定有了什么严重情况 彭真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两个 虽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但党中央毛主席 对你们是宽宏大量 人质易尽的 父亲和罗隆基 互看了一眼 觉得有些 摸不着头脑 彭真稷儿说 你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好 共产党 但你们不好的话 可以申请出国 除了台湾 你们去哪个国家都行 如果没有钱 我们愿意送你们出国 在国外想住多久 就住多久 住不下去了 或又想回来看看 我们中国共产党 仍然欢迎 必要的话 还可以派人 去接你们回来 现在 就看你们的态度了 父亲回答 我虽留学德国 三次暂职香港 到过十几个国家 但请转告毛主席 张伯军身为中国人 死为中国鬼 罗隆基说 有机会 我是想出去 不过现在不想走 我还要看看 彭真起身 谈话结束 好几天 父亲的心情都很坏 一直在推想 彭真讲话的起因 他对母亲和我说 不知谁出了问题 把乱子的责任 朝我们俩人的头上推 与中共打了几十年的交道 我们的爱国立场 他们是清楚的 现在居然由政法书记出面 提出送我们出国 很显然 是对我们最基本的 家国观念和爱国立场 也产生了怀疑 一定认为 我们在背后搞了什么指动 父亲也不满 罗隆基那天的表态 最糟糕的是 弩生的表态 什么叫 有机会想出去 人家不正是怀疑 我们伺机而动吗 所有的聪明 都摆在脸上 其实啊 他处理一些问题 是傻气十足 可你要当面说他傻 他还要跟你吵 停顿片刻 父亲像是自言自语 这几天他没有打电话来 恐怕躺在床上 也慢慢觉察到气味不对了 过了段时间 冯一带来我家过周末 吃把晚饭闲聊起来 他告诉父亲 传言 刘王立民的一个儿子 最近在边境被捕 审讯的时候 他交代说 有四个人要潜逃国外 他是先行探路的 但这四个人 究竟是谁 还不清楚 冯一带讲这则消息 不过是当作社会新闻 茶余酒后的谈资 说说而已 不想 父亲听后大惊 骤然悟出 彭真讲话的背景 冯一带走后 父亲对母亲说 刘王立民 是弩生的相好 再加上我和你 不刚好四个人呢 如果中共 是这样来推断的话 那一定怀疑 我们有出国的企图 难怪彭真 要找我俩谈话了 事情没有了下文 算是不了了之 但父亲和罗隆基的内心 都更加明白 中共对他俩的印象 是越来越坏了 这从民盟中央的 每次学习会 胡玉之 必骂张罗的行为中 获得印证 两人的情绪 很消沉 不过 他们也有喜悦欢欣之事 尽管他短的只有几分钟 却刻骨铭心 伯军 今晚我到你家 有个消息告诉你 罗隆基在电话里的 口气轻扬 连站在一边的我 都听见了 晚饭后不久 罗隆基来了 这是一个初春 父亲还穿着 蓝色薄丝棉袄 而他已换上了 浅驼色西装 精心梳理的头发 整齐地披向脑后 神情含蓄的罗隆基 让父亲猜猜 他带来一条 什么样的消息 父亲说 统战部 对我们 有什么新的处理 他摇摇头说 比这个重要 是不是 周恩来找你谈话 要你做些事啊 他又摇头说 比这个重要 父亲不猜了 带着一种 讥讽的口气说 当今的民主党派 再没有比中共的 召见更重要的事了 罗隆基说 伯俊 我俩上了大英百科 全输了 父亲祸得 从沙发上站起来 走来夺去 情绪很不平静 他叫我回到 自己的房间去 早点睡觉 当晚 他俩谈得很久 第二天 父亲精神很好 走到我的书房 先和我掰腕子玩 然后对我说 我想 有些事情 现在可以跟你讲一讲了 我说 这和罗伯伯 昨天带来的消息有关吗 是的 父亲让我 把他的小茶壶拿来 他似乎要认真地 和我谈谈了 他说 前两年 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 现在戴不戴 摘不摘 均无所谓 只是连累了你们啊 小语 我向你郑重宣布 反幼时的爸爸 并没有错 两院制 一定会在中国实现 说到这里 父亲的声音很高 拳头攥得紧紧的 父亲看到我吃惊的表情 便尽量控制自己的激动 语调也放平缓 继续说道 这话现在听起来 很反动 你不必害怕 女儿 将来你就会晓得 它是正确的 1957年5月 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 我提出国家体制改革 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问题 因为从集权到分权 是社会发展的进步 任何国家都如此 努生欣赏西方的三权分力 是分权 我说的两院制 实际也是分权 不管两分 三分 四分 怎么分都可以 总之 集权 在当今世界 是行不通的 今后国家的大政方针 还是党内一决定 全民都拥护 我敢断言 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 美好理想 永远是蓝图 是幻想 昨天努生讲 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 已经上了中国1957年 反右运动的条目 他们的基本解释为 张伯军 罗隆基 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 要实行民主政治 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 让爸爸激动彻夜 觉得自己一辈子 从事爱国民主运动 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 也很满足了 爸爸能被历史记上一笔 还要感谢老毛 要不是他搞反右 把我俩当作一二号右派分子 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 或党派负责人罢了 几十年的光阴 似云烟一般飘散而去 果然 父亲和罗隆基 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份 被历史铭记 我始终 且永远为这个身份而自豪 1963年秋 我毕业了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 政治表现不佳 被分配到西南边陲 罗隆基说 小鱼啊 你走时 罗伯伯给你践行 父亲听罢 翘起大拇指称赞道 哎呀 你能让他请客 很不简单啊 共产党说 我俩个是政治上 思想上 组织上的联盟 可是啊 他从来没有请我吃过饭呢 九月下旬 罗隆基 兴冲冲打来电话 说践行的事 已经办妥 在和平宾馆 预定了西餐 那时的金鱼胡同 多为庭院式的四合院 精致又气派 而和平宾馆 是那里唯一的洋楼 西餐做得不错 初秋的夜空 疏阔清朗 七点整 父母带着我 准时进了餐厅 身着灰色西服的罗隆基 已在那里等候 他起身拉着我的手 一定让我坐在他的旁边 桌上的刀叉 杯盘在灯光下 熠熠发光 寒暄几句之后 罗隆基说 这里的西餐很丰盛 一个人一份 是吃不完的 所以啊 我已经点了菜 订的是三份 四个人吃 也是足够的 父亲不吭声 母亲忙说 啊 可以 可以 上菜的时候 我发现罗隆基点的 几乎全是牛排猪排一类 而且 哪里是他所说的 一个人吃不完一份 肚子尚未填饱 冰冰有礼的服务员 即上前轻声问道 饭后 要不要咖啡 红茶 冰淇淋 不等罗隆基开口 我抢先喊着 要 要 我要双份冰淇淋 在饭桌上 罗隆基 讲了很多 亲热的话 希望我尝写家信 信中勿忘 对他的问候 希望我 每年能回北京 探望父母 希望我归来时 身旁 能有个如意郎君 希望能惦念着北京城里 一个孤苦伶仃的罗伯伯 原本 饮食聚会 是件欢悦的事 经他这么一说 变得惨惜惨惜 父亲的话 就更少了 范碧 我再三道谢 大家步出宾馆 穿过有甲山水池点缀的 中式花园 时尽中秋 冷的月色和黄的路灯 透过凌乱的叶片 把斑驳的光影 投撒在地面 晚风已分明带着凉意 父亲用车 先送罗隆基回乃兹府 到了他家门口 罗隆基问父亲 要不要进来坐坐 父母连连摆手 其实 我是很想进去的 罗隆基辅身汽车的窗口 对我说 小鱼 再见 罗伯伯祝你 一路平安 不想 月下的一声再见 竟是诀别 回到家 父亲让厨师 马上给他煮一小锅 说 哎呀 奴生太小气 我根本就没有吃饱 此后 外地工作的我 给父亲写的信 在末尾 从未忘记问候罗隆基 父亲的父姓 对他的情况 却只字不提 1964年 姐姐结婚 母亲来信说 婚礼在家举行 父亲大宴宾客 请了以罗隆基为首的 八个大右派 那时 罗隆基非常高兴 席间谈笑风生 还问起了远在天边的我 1965年12月 我在乡下 参加社教运动 一日 进县城开会 在社教工作团 团部的办公桌上 放着刚到的光明日报 打开一看 发现刊登着 这样一条新闻 全国政协委员 罗隆基去世 文字简短 平淡如水 当夜 我回到茅草棚 流着眼泪 给父亲写信追问 我亲爱的罗伯伯 是怎样的去世 父亲没有回复 1966年春节 因批评单位领导 而人身已不自由的我 没有向组织请假 跟人家借了八十元 偷偷买了张机票 悄悄溜回北京 父亲高兴地 亲自到机场去接 我坐进老别克车里 便问 爸爸 罗伯伯 是怎么死的 父亲不作声 司机不作声 警卫不作声 车外 是一片残血 和血厚的严寒 第二天用过早饭 父亲把我叫到 他的卧室 对我说 昨日 你刚从飞机下来 就打听鲁生的情况 你要知道 现在的北京 正着空气很紧张 这些话题 都不宜在公开场合谈论 现在 爸爸可以告诉你 他是害心脏病 突然去世的 据说 鲁生白天 还给相好的女人 打过电话 晚上又请别人吃饭 夜里老病突然发作 想叫人来救助 伸手去按床头的小林 只差半尺的距离 就断了气了 才如江海 命如丝啊 这句诗 用在鲁生身上 是合适的 我去过 罗龙基的卧室 洁净 有序 贵族气息 我能想象出 我能想象出 他临终的样子 挣扎 痛苦 死不瞑目 父亲叹息良久 又道 如有一缝在 鲁生 鲁生当不死 后庚正说 索性一缝 为嫁 鲁生啊 爸爸 死后 你去看了他吗 我这样问父亲 或许 或许因为 我们是联盟 也通知了我 我到奶子府的时候 一切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也空空荡荡 我问民盟的人 老罗写的那些东西呢 他们说 组织上拿走了 罗伯伯 写了什么书 不 不是书 是日记 几十年 老罗一向有记事的习惯 他留下这些文字 让统战部的人 看看也好 鲁生笔下 一定骂我不少 这起码能叫他们知道 张伯军和罗隆基 到底有无联盟 父亲说到这里 不知为什么 脸上浮起一丝苦笑 母亲还告诉我 罗隆基家中 藏有一箱子 女人写给她的情书 里面含有青丝发 这些属于隐私的物品 也被拿走 樊幼时 明盟的人 骂她是 一日不可无女人的流氓 可她化幼以后 依然雇我 那时 我不大能理解 男人的这些事 便去问父亲 你说 罗伯伯是流氓吗 你要知道 鲁生是独身 她有权 谈情说爱 她的这种 颇为浪漫的生活态度 与其说是品格沉沦 不如说是在压抑 猥琐的现实中 唯一可以表现自己 表现活力的方式 当然 她也用这个方式 白脱精神孤独 再说 交往的女友 都知道罗隆基身边 还有其他女友的存在 但仍然愿意保持交往 他们觉得 老罗是有真感情的 不搞什么欺骗 像与流氓 利明的亲密关系 就伴随鲁生半辈子 所以 有人是流氓 但鲁生不是 父亲在说 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口气几乎是恶狠狠的 当时我不知 父亲所讲 有人是流氓 指的是谁 不管别人怎么骂他 官方怎么说他 罗隆基的滔滔雄辩 和喃喃情语 在我心中 都是无比的美好和珍贵 罗隆基无期又无后 他的弟弟与侄子 继承了他的财产 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画 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 接手了数千元的现金 兑换了从前的美国朋友 送他的六百元美钞 大概他还留有 极少量的黄金 叔侄俩 把他的书籍 捐给了明盟中央 独独甩下骨灰 罗隆基的骨灰 走了 1983年一个冬日的晚上 由罗隆基 供养读完大学学业的侄子 来京出差 提着个大蛋糕 探望母亲 他喜洋洋美滋滋地告诉母亲 前不久 挑了十八幅 齐白石的画 以三万元的价格 卖给了省博物馆 现在 自己是个万元户了 母亲送走客人后 哀叹不已 说自己要有三万块钱就好了 可以留住老罗的藏话 1985年 是父亲诞辰九十周年 我们一家人 在母亲的带动下 四方奔走 不断请示 终被官方批准 搞了一个座谈会 明盟中央 是主办单位之一 这次活动 使明盟的人受到启发 决定也照这个样子 给罗隆基举办九十周年 诞辰纪念活动 1986年10月14日 明盟中央召开了 纪念明盟创建人 著名爱国主义战士 和政治活动家 罗隆基诞辰九十周年 座谈会 我对母亲说 即使明盟中央 不请我参加 你也要带我去 母亲同意了 在会上 统战部部长 严明复 做了总结性 评估性的发言 而给我印象最深的 却是千家居的 即兴讲话 他坦言 从前自己 一向看不惯罗隆基 所以反右时很积极 大德不于嫌 小德出入可以 如今才认识到 罗隆基在大街上 始终是没有错的 为此 他一直愧疚 我们全家 每年都要给父亲扫墓 我第一次扫墓 是在1978年 平反出狱 反经后 有母亲带我去的 祭扫完毕 我问 罗伯伯的骨灰 也在这里吗 我想看看 母亲答 她的亲人都不保留 冥蒙的人 还会保管吗 我仰望浮云 满脸泪痕 古来何物是金轮 一片青山 辽此身 从父母双亡 寡嫂收养 到孤妻而死 尸骨无存 罗隆基 始终是个 漂泊无衣的人 一片青山